你还有脸来我家的呀 你到底还有多少钱瞒着我 你有咋啊 我有啥瞒着你 你自己说 你现在借了多少钱 我都讲了 那叫创业 我要不要我给你数数听 车贷20万 工作室 奶茶店20万 还有别的10万 然后现在又借了10万 那我都没有完全呀 奶茶店都是几题 你也去做 不是我一个人 是不是 也是合博生意 你能保证稳赚不赔吗 要能保证稳赚不赔 都去当老板了 你做这些事情 之前有跟我商量过吗 还说我给你机会 我不是想跟你讲洗 还有 这是精洗 没有洗只有精 还有 你自己都说 谁都会陷去 我不争钱 真的 你陷你他不就去说 我嫌弃你挣钱是少 我嫌弃你没钱 我为什么当初要跟你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结婚的时候 连兜里2000块钱都逃不出来 那现在这个妈在车上都与我为啥连累 我说是不是 你买辆车就不行了 你借钱买辆车就不行了 还要去借钱 你真的是个无底洞 我只要不买车再上 我自己能换 我自己有办法就换 那你自己有办法 能不能麻烦放过我 我说了 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都一起好好过过年 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你看你做的什么事情 让我怎么给你一个好脸色 现在好不容易有孩子 在你没有诋毁我之前 我始终想着给你一个机会 但你每次来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现在麻烦 穿上你的鞋 从我家里走出去 真的不要给我们添堵了 过完年 我们好好的直接去民政区 真的你这副死终不怕 开手这样的样子 真的 这就是我 为什么一步一步对你失望 我求求你放过我 行不行 你要想怎么样 你想挣钱 你想做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的梦 你自己去做 不要拖累我跟孩子 关键我啥心 拖累我 你还来不看 没说我不来 对吧 那样 你其实你内心里 都没有接纳 我说再多一点也不行 人家都说 有气都说找我服装 我前天服装 你不害死吗